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同仁们达一借货来了 记者朋友们最最关心的 但是踢管和补卫歌手到底是内飞宝宝 踢管呢我们会倾向于比较年轻一些 或者代表乐坛的方向 和这种新鲜力量的一些声音 那么还有一种是补卫 补卫呢我们会选在歌坛有位置 那么最重要的是有实力的 作为我们的备选 那么肯定有老将也会有中间力量 因为每一次如果说把后面补卫的 都直接告诉大家有事实是谁了 可能大概会缺乏一个新鲜感 那么还允许我在此刻 还要继续卖一个关子 好了好了 我们洪老师可是为了节目有更多看点 还有好奇的记者宝宝问了 洪老师是怎么看待我是歌手 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的呢 我一般是只来不做事 不太去在乎周围怎么去看 怎么去评价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留给大家去评价 唠唠可是要给我们电视相军点个赞了 但是唠唠也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次歌手四会选择李克勤作为串奖人呢 难道屋里洪刀老师钟爱缩婆 党图主持人 这纯粹是巧合 因为我们在选择这个音乐串奖人的时候 一般他是一定在歌坛是曾经拥有很重要位置的 在歌手之间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 所以我们选来选去在几个歌手之间 那么有的人就有的歌手就直接的虽然也很纠结 但最终还是婉拒了我们 那么尽管克勤他之前也有着这么多的顾虑 我们就是这样连红带别 把他骗上了这样一个位置 原来是这样的 柯景大哥的主持风格还真上捞在期待呢 好了好了话不多说 记得1月15号晚 没错还是相同的时间 还是相同的地点 不能没事我是歌手第四系 等你约约起来哟 芒果TV也将在次日零点劝忘读播 一起向音乐致敬 芒果老新闻偷偷告诉宝宝们 这么强大的阵容 这么精彩的秀 错过了可要哭一年呢 我的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